基本上是每个星期回来一次到两次嘛 回来的时候他就11点多快12点钟了 跟一个男的打电话 我也很宁静地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不好 但是不要这样子了 发现两次我跟他说了两次 他当时发人说没做生也不吭声 我也没要求他解释什么 他就是说不说 在第三次的时候又是这样被我发现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抢得衰烂了 就是刘先生你说这些话的前提是已经认定 这一定有问题对不对 对这个肯定是对不起对不起彼此的那个呢 是这样吗赵女士 纯属发泄压力嘛 发泄一下情绪而已 没有随便搬上跟随便打电话去 那对方是什么人 男的女的呀比较陌生吧 发泄完了就删掉了 也没有怎么聊天 你要发泄的压力是来自于哪里 经常跟他没有什么话说呀 不会跟他说什么关于我的什么 以前会说吗 会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跟他解释啊 觉得也没有必要说样的 这个又没有什么挑战什么道德什么的 就是全是无聊打下电话呀 也没有打几个样 你是觉得这个社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 我没管这么多呀 我觉得他都这么无底线的挑战我 我觉得有什么资格来说说说呢 我不能接受 你做夫妻就谁都不能接受 感觉心里不舒服啊 你这样子发 你既然那个这样的话 你会被当初要我们写个协议干嘛呢 如果我这个男的当时写了协议 我没做到那些 那说明我这个男的出院翻案 那就不是个人 不是个人 不是个什么的 但是你既然我做到了 那不是理由了 这是一个借口而已 曾经遭受丈夫情感背叛的伤害 内心对丈夫充满失望的赵女士 居然深夜给陌生异性打电话 不论她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她的这个举动都让我们十分不解 是什么心态 导致她做出如此异常的举动 不过从调解现场 她的一句话中 我们隐隐地感觉到 对于丈夫情感外移的事情 她根本就没能翻篇 从赵女士的这个表态看 她的所作所为 更像是对丈夫的一轮反制 刘幸成说 妻子的问题远没有打打电话那么简单 因为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 突然有一天 妻子离家出走了 消失了多长时间 三四个月 那时候我儿子在读二年级 我女儿在读初三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守着两个电子 然后带着女儿在家里 出去两个多月了 我儿子有试验器 我就打电话给她 她就说你带着她 必须做好 不做好就怎么怎么的 我女儿在学校里哭 老师问她为什么 她就是想她妈妈了 她妈妈出去好几时间了 然后老师打电话给她说了 几句话她就挂掉了 然后我女儿还在那里哭了 然后老师又打电话过去 她再怎么打电话 她就不接了 在你看来 当初她能够有这个决心 就这样子三个月 你怎么看这个女人 她是要做什么 当时我还担心她 人发的骗局了 或者毕业什么 搞给一些主持的骗局了 然后她姐就跟我说 她说你去抱一下派的手 看打一下电话 看把这个通过 派的手打电话过去 打成了她接着了 问她在哪里 她说她在外面玩 我就估计 应该是感情方面的问题 我肯定是 她有其他一些感情 上面的寄托了嘛 她就出去了嘛 但是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曾经做过犯了错 这事情我还是 有没有在现实接受 是猜测还是一个判断 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猜测而已 对的 那这个事情赵女士 三个月 我有一个东西 就住在我姐家里 她动不动猜济 动不动猜济 动不动就是 恶语想象啊 这个跟你这次离家出走 有什么关系 受不了她的唠叨 然后就指责 还觉得今天 就是说造成今天 这个局面 还都是我的错 我就接受不了啊 然后我就选择 走开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这三个月 有一个半月 你在姐姐家 一关一个半月呢 也没有一个半月 一个月你几天嘛 就是在那个北京 就往 一个人啊 你不牵挂孩子吗 没得办法 待在那里嘛 所以我牵挂 都是也牵挂了 她这样说 我没用的话 我牵挂少了 在外游走了三个月后 赵女士默默地回了家 而让刘先生 不能接受的是 回家之后 妻子不仅 没有任何的解释 还继续和自己冷战 我对她很冷漠啊 很默色啊 然后无视啊 这样子的一直来一次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你对她的冷漠和默视 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我会半年不跟她说话 刘先生回应一下 刚刚她说的 你对她的这种猜疑 就是发现了 第三次的时候 发现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把她手机碎了 你的猜疑是因为什么 就是那一次打电话嘛 然后她又是这样 带我一个态度 冷漠 对 今天跟你吵架 可能一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 都不跟你说话都可以 她就这样 但是我做不到啊 赵女士离家出走的这三个月 让夫妻俩的关系 降到了最低点 这三个月的出走之谜 也犹如一团疑云 笼罩在夫妻俩的生活之中 就这样 夫妻俩在煎熬中 互不搭理的过了两年 直到今年 刘先生又发现了 一个新的动向 而正是这个新动向 让她彻底认定 妻子的心已经不 我去年 我的店赚了18万 房租费 生活费 我女儿那边的生活费 进货的钱 我们回老家去 发些 孝敬老人这么的钱 都算在里面 我就搞不懂 她那回进货的钱 房租钱 我女儿的生动费 都算在这边 她跟我女儿在那边 守着超市里面 一个精品店了 但是那个店子 做的生意的钱 没有数啊 接着我所有的卡 包括她自己的卡 卡上没钱 然后态度对我 又是一个这么 领大的态度 态度 我就更加 我这个情况 这么的 我现在我要印钱 我去进货 上次我加入一个商货 去开会 要钱 他说还要过几天 因为我所有的钱 都给他们 我担心这个钱的去向 我想弄清楚 能明白一下 你现在的疑问就是 他自己经营的那个店 钱去哪了 对 就放在里面嘛 给女儿减肥啊 我们大女儿减肥 现在一百七八十斤 因为有些减肥 他不同意 肥胖有很多的 那个病发症啊 然后他自己认知不到 那个问题 他那些病发症 他都是正常的 上下不就可以了 认知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同意我就当得花 不同意 我的辈子都会花掉 因为花了 给小孩花了那么多钱 钱肯定也是 这反正要要补嘛 要补账嘛 花了多少钱 八九万了 他不说那些钱 都是他那边开支的吗 一十八万 这都是抽在一起嘛 那边有钱就存在一起嘛 这么有钱 又是一样的存在一起嘛 说的 这法理是装的 是做了什么 是做了什么 我都得业绩嘛 花了还是多呢 在这之前 张女士没有把这个账目 都给他看吗 每天都摆在那里了 她特意给我掉进来 今天她的严重 这些是什么 我转移了几千万了 然后她不追究了 我没说她转移财产 就是你觉得说不清楚的 做法不对 就是说你给我个数 她说每天都有账给你看 我自己 那个店做的生意 我自己账的 我自己看得到 就是那个钱 她做几千块钱 她存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有时候要去问她 她都写个厌房 但你告诉我们 你两家店 一共一年进了多少钱 二十多万嘛 这个数字 刘先生不知道吗 他没有给我这个数字 不是 他是心理是清楚的 那他今天告诉你 两个店一起 二十多万全花掉了 你接受吗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今天就是说 能够调节好就好 不调节好 我就要他到时候 那个那些 包括手底 进账好书上 给我个清单 就这样 我就是他 他不说的话 我只好请个会计师 在迎他打仗嘛 刘先生最后的这几句话 让我们明白了他的心思 他嘴上说的是钱 但是其实想谈的 还是感情 而赵女士不同 钱和感情 他都不想谈 他似乎还有心结 没能打开 观察员文艳 看出了这一问题 我觉得二位在生活里面 其实都在实施暴力